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国人要交哪些税付? 为什么大陆税付痛苦指数那么高? 随着这些天,房地产税要出台试点城市 大家都知道,老百姓又要多交税了 在昨天10月30号,新浪财经报道 时隔两年,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将恢复征收 第一财经记者获悉 部分机票带领已经陆续收到翔鹏航空的邮件 将于下月开始恢复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 那中国的老百姓到底要交多少种税和费呢? 我们看一下他们名列上的税 一,个人所得税 通俗的说,只要从国内取得收入的自然人 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征税内容包括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搞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其他所得 二,增值税 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交过这个税 其实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 存在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人们平时买东西开的发票就是增值税发票 发票上的税虽然不是老百姓直接交 但是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格之中 由卖方缴纳 三,消费税 这个同增值税虽然个人不用直接缴纳 但是已经包含在了商品价格中 由商家缴纳 购买者是实际税收负担人 四,车辆购置税 买车都是要缴纳车购税的 税率一般为车价的10% 对企业来说 也有增值税 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 是对货物增值的部分征收 二,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是专门针对企业的税种 征税对象是收入总额 减除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准以扣除项目金额 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 三,关税 主要针对进出口企业 关税分为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 四,消费税 消费税跟增值税同属于货物和劳务税 但是增值税具有普遍性 消费税具有选择性 消费税仅对15种货物征税 主要在生产环节征税 少数在批发零售环节征税 辅加税 辅加在增值税和消费税上征收 这个辅加税就很有说头了 比如说工商统一税 农业税附加 城市房地产税附加 工商所得税附加 城市维护建设费 教育费辅加 地方教育辅加 我所知道的当年很多都要交教育辅加费的 六 烟业税 收购烟业的纳税人需要缴纳 那也是由买烟的人来付钱的 肯定他会把这个税加在价钱里 七 资源税 简单的说 开采资源的企业才需要缴纳资源税 八 土地增值税 以转让房地产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 实行30%到60% 伺机超率累进税率 九 环境保护税 在中国领域内直接向环境排放 应税污染物的歧视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应当依法缴纳环保税 包括大气污染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 噪声等等 十 烟花税 烟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 疏离使用领受的应税经济凭证 所征受的一种税 十一 房产税不是房地产税 房产税以房屋的寄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寄税依据 向房屋产权所有人征收 十二 车船税 这个主要是对车辆船舶征收的税 一般由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义务的机构代征 十三 弃税 弃税是针对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不动产征收的一种财产转移税 由财产承受人缴纳 十四 城镇土地实用税 征税范围是城市县城 建制镇和工业区 十五 耕地占用税 占用耕地的建筑物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 十六 船舶吨税 自中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 应缴纳船舶吨税 十七 车辆购置税 企业购置车辆同样需要缴纳车辆购置税 所以中国的税种分为个人缴纳的税种和企业缴纳的税种 现在已经说完了 全球有个指数叫税负痛苦指数 大陆排第二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 第一是法国 那中国人承担的税负到底有多少呢 有人说你才交了多少个人所得税啊 就说自己税负那么痛苦 但你要知道 中国的商品是带有流转税的 当你买饮料喝啤酒买电脑的时候 国税已经从这笔交易中拿到钱了 而地方税务也将再拿到较小的一笔收入 有人说那是厂商付的钱 但你不知道厂家不是为了交税而开设的吗 最后还是要由消费者买单的 增值税是对增值税收部分收取 大致为17% 其实是远远低估的数字 因为商品还会附带常见教育辅加等税种 所以这个辅加税征收的也是不少的 我们再看看政府的财政收入 除了上述所说的那些税种之外 还有城市维护建设费 石油特别收益金 行政事业性收入 其他非税收入 其他非税收入 很多就是各种罚款 你知道还有平时常见的打点费 好处费 潜规则 通过与裙带公司交易 让对方得利后而日后获得回报等等 但最后这所有的钱也都是由消费者来出 还有人们感觉不到的助币税 这可是大杀气 法币具有垄断地位 然而又处于不断的通货膨胀中 法币和通胀是世界都有的现象 都是接近权力上游的借债者吃肉 中游的机灵者喝汤 下游的只赚工资者来买单 最后还有一类叫政府基金性收入 其中有消费者企业在经济活动中 直接间接缴纳的铁路建设基金 民航发展基金 港口建设费 旅游发展基金 文化事业建设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城市公用世界辅加税 教育费辅加 地方教育费辅加 电影事业基金 散装水泥专项基金等等等等 每年此类税收都是几万亿 甚至十几万亿 其中最猛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土地出让金 这个就不说了大家都懂得 问题是收了这么多的税 都为老百姓提供什么福利了呢 免费医疗没有 免费教育没有 不仅如此 高速公路还收费 很多国家高速公路是免费的 因为已经收了税了 就要提供免费的高速公路 而中国除了收税以外 还要继续收高速公路费 再比如国外很多地方 公共自然景观是免费开放的 国家不收钱 或者只收象征性的钱 而在中国现在每一个值得一看的自然景观 全部给圈起来收费 这笔钱也没有在口径中体现 至于痛不痛苦 不能看我们交了多少钱 还要看同等的税收下 给公民提供的各种服务 比如说西方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 是全覆盖的 中国目前的覆盖只是体制内人员 时代周报说 比起税收高低来 纳税人出资以后 换不到应得的公共福利 更容易让人觉得税负痛苦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